各位幸福们伙伴,大家好,我是职丫顾问卢斯安 这些影片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在职场上面能够很好的求职,能够有很好的职丫发展 确实在台湾找一份工作,有准备一份履历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要怎么样写好这份履历呢,其实履历分成资料跟自传的部分 我们这一次会分成两集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会先跟大家来讲,怎么样把这个资料的部分把它写得好 其实呢,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呢,就是资料区跟自传区的部分 那其实呢,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硬规格,一个叫做这个软实力的部分 那硬规格的意思就是说呢,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老板呢 这样让我们的这个求财方呢知道说,我们呢在学历,在经历,在语言能力 在专业上面呢,是符合我们这个公司呢,所需要的 那把这些呢,跟一个工作呢,做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连结 那这样的话呢,对于这个老板而言,对于求财方而言的话 他们就会很快的去掌握说,你适不适合这一份工作 嗯,好,其实呢,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资料区的部分 有几个部分呢,要特别注意的,然后也可以加分的 最重要的,叫做倒数 那什么叫倒数呢?就是你要从最新的写到最后,最旧的这个部分 好,那这样的结果呢,是让我们可以很快的了解呢 你目前的工作的状态,以及你的一些相关的学习的状态 这是第一个,那第二个呢,是在每一个工作的经历上面呢 最好能够说明,你当时是在做什么 然后在这个工作上面呢,有做过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成绩 有一些数字会更好,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求财方的话,他就很快能够去掌握你的部分 那当然,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证照,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例如说,你可能在母国呢,你的这个语言一定是相当的不错的 那如果有些工作呢,他可能会使用到你的母国的语言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更有优势 求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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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历 学历 经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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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历